123號後面還有456 每個人都穿著編號背心 但這可不是團康活動 竟然是警方攻堅賭場 逮到的賭客 警方口前門下重進賭場 破獲這個偏僻工廠倉庫的賭場 總共逮捕了24名賭客 為了好清點加上還要防疫 因此通通穿上編號背心 還得戴上口罩 那為了考量到 疫情可能的隱憂 那我們也在為每位賭客 跟我們的同仁準備口罩 來進行這個應訓的工作 這個九天牌職業賭場 未在台南歸人 警方當場查扣50萬賭金 24名賭客中老中青都有 年紀最大70歲 甚至遠從高雄嘉義 還有專車負責接送 是以4六工廠為據點 它在地圖上 跟分局的直線距離不到1公里 因為地點相當的隱密 那這個賭場負責 自認為外人要進入收植 相當不容易 所以在光天花熱之下 聚集20多名的賭客 來這邊聚賭 賭場的位置就在偏僻的 產業道路內的舊工廠 還以破舊倉庫作為掩護 賭場距離警察局不到1公里 還有賭客後悔直呼 早知道就不來了 但只能全部被疑疑編號 帶回警局法辦 記者賴關章台南報導